歡迎回來 現在回到看盤的是 籌碼專家阿斯聘 阿斯聘早安 早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早 好 阿斯聘 台股本週要封關 大家說外資放假去了 好 那放完假之後 外資會回過頭來 再次回到台北股市嗎 籌碼面臨的觀察呢 對 我們說最近外資放假 重點是 這大概十天的空窗期 內資在做什麼事啊 對不對 內資是不是 趁外資不在 趕快做一些動作 那就是代表說 如果內資夠強 當然趁外資大人不在 能拉盡量拉 因為之前就是內資在撐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外資的動向 我們先看稻窮指數 稻窮指數上禮拜開始震盪 為什麼 因為它漲到了一條 上升的壓力線 所以還是多頭 只是說它漲多了 目前追加力道會減弱 所以整個稻窮 基本上還是強勢的表現 沿著一條上升的軌道 慢慢往上走 除非出現 稻窮出現一個中長黑 就是可能過去半年來 第一根超級長黑 它才有可能往月線或季線 來修正 這個情況要先出現 外資整個賣壓才會加大 那再看 那斯達克表現的也是 非常的強勁 基本上都是在一條 雖然漲得很慢 但是也是在一個上升軌道 表示資金還是持續湧進 這個美國的高科技類股 高科技類股 雖然中間都有一些 看起來很兇險的修正 但是打兩下又打不下去 又上去 資金還是很充沛 那最重要的 是他們的一個 羅素2000的小型股 之前看起來非常弱勢 本來過高以後 幾乎都是黑K打到 一個前波的高點 我們之前說過 如果他直接灌破 那就完蛋 他就一個假突破 之前這一段我們還蠻擔心的 對 因為他如果假突破 真拉回 那就不知道跌在哪裡去了 結果沒有 撐住 他只是過高 回測兩次打個W底之後 又準備要過高 所以可以觀察 羅素2000如果可以再過高 那可能外資 這10天的話 那外資封關回來 一定會買得比較積極 因為大外資休假 羅素2000是誰管 都小外資 所以小外資看誰 就看羅素2000 大外資已經把重量級 全資股拉到最高了 拉到最高他放假了 然後現在看小外資 就是羅素2000 也是國外的小外資管的 那我們看台灣的外資 在做期貨的部分 他目前來看 在外資放假的情況下 你看外資就是拉台指數 在一個黑K打下來以後 可以看到10幾天過去 都還是在這個黑K的高點之下 在做整理 所以整個加權 在過去未來一段時間 還是會比較弱勢一點 而且月線已經死亡交叉 所以未來上面層層壓力 所以在這邊做打底 外資回來之前 在這邊做打底 等待美股轉強 那這樣也許就有機會 那直穩上攻 所以不要破底 但是如果再繼續這樣 弱勢的話 不排除這邊會有個第二隻腳 第二隻腳是縮腳 就是比這個低點還高一點 而且很強 如果是同步 打回來這邊 就W底 最弱的話就是破底 然後再翻 那還是有機會 如果破底不翻 但是就一路下去了 所以看這三個狀況 都是有機會做指紋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我們看外資的期貨 事實上已經把多單買回來了 我們說整個外資已經來 又把多單加回四萬口 雖然不多 但是沒有那麼空 但是小外資主要是小外資 可以看到小外資的進多單 來到一萬口以上 這都是一個偏 小外資是偏多的一個態度 代表什麼 外資沒有壓盤 代表台積電 鴻海 大力光 這三個重量權值股的賣壓 會告一個段落 所以小外資在這個多單沒有測之前 不用太過悲觀 那我們來看整個外資的現貨 跟借券的方向 外資這波賣得非常狠 先賣800億 再買400億 這波再賣900億掉 所以這樣已經賣超了 1300億之多 但是可以看到 最近的這個借券 慢慢開始做回補的動作 從這個高檔回檔到這邊 借券已經回補了35萬張 上禮拜的2345 借券都開始在做回補 表示這個地方外資的賣壓 可能會慢慢的減輕 因為它一個波段 已經賣了1000多億 而且重點是 這個地方外資賣賣得更多 賣得比這邊還多 對不對 外資賣超破頂 那指數沒有破頂 那誰買走的 誰買走 當然就是那一支買走的 大力公這一波疊三層 紅海疊兩層 台積電疊一層 指數疊5% 誰漲的 台塑漲的 國泰金 漲的 比較是資金往前 它的全資股在做靠近這樣子 我們看外資在這個地方 做多的標的 給大家做參考 像彩金 亞太電 利利 榮成 宏基 奇美財 台駿 耀華 強勢股 人保 遠東新 看有一些部分是傳統產業 開始慢慢上榜 那我們來看 1444的利利 傳統產業的 主力籌碼 一開始慢慢的 在這三個禮拜 慢慢開始在增加 相對散戶在做減碼的動作 所以資金在高科技類股 減弱的情況下 會轉進什麼 傳產類股 相對比較弱勢的標的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 減碼的標的 就是幾乎都是電子股為主 前市長都是重量集權之股 後面的 這邊也全部都電子股 重量是什麼 台積電上榜 紅海上榜 這兩個重要直接上榜 就知道指數這樣子 空間不會太大 所以我們來看 紅海的主力籌碼 就知道在紅海沒有指紋之前 我們都不能太過樂觀 紅海連續六週 都是千張大戶 當然就是外資賣 他就是千張大戶 閃戶一直接 所以在這個情況 沒有改善之前 我們的加權指數 這全治股的部分 我們的期望不用太高 不用太高 另外可以觀察一個東西 就是外資的空攤 另外一個重量級的空攤 就是T50反1的這個部分 在最近都是來到100萬張 所以指數果然這邊又修正一次 上一次來130萬張 也是修正一次 到後來大幅減碼 他就反彈 所以最近就要觀察 他的T50反1是不是開始減碼 減碼的越多 代表他一直不用避險 上禮拜五有一個很不錯的現象 他外資現或是買了7000張 但是庫存卻少多少 5萬張 那代什麼 他已經贖回了 他就沒有申購了 而且偷偷的在做贖回的動作 如果這個動作再更明顯一點的話 台國多方就會有機會 再做轉強的發展 好 感謝阿斯平老師 帶來籌碼面的觀察